欢迎回到新北新闻网 金山区第一座通过参与式预算展现最高名义的 风雨市民活动中心落成启用 社长朱立伦到场主持剪彩仪式 以时下最夯的货归屋形式搭建 还有英法族俱乐部也一起挂牌 一块去看看 金山区风雨市民活动中心原本的活动中心年久失修 钢筋万漏在106年一月拆除 在通过参与式预算提案展现最高名义 今天新的风雨市民活动中心 以新颖外观与简约线条呈现 搭配水尾渔港的山海美景 让北海岸多了一处观光亮点 而今天的启用典礼 也在市长朱一伦的主持之下顺利完成 这个是我们任内完成的第41座的活动中心 其实它最大的特色 这边的景观非常的好 然后让我们在北海岸地区的这些乡亲 有多了一个休闲的好地方 这边有很多的长辈都非常长寿 可以在这边看看报纸唱唱歌 大家一起银法俱乐部在一起 我相信是一个延年益寿的好地方 今天很开心来参加风雨市民活动中心的启用 那其实这个活动中心最主要就是 让地方的市民能够多来这边多活动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对于年长者的政策 我们事前的预防重于事后的治疗 所以我们在预防失能跟失智的部分 新北市一直以来都是推动银法俱乐部 来做一个政策的推广 那里面有许多的设备都可以让老人家来使用 那欢迎大家多来使用 在倒数声中市长带领市议员及里长们 剪下红彩不仅是活动中心启用 更加也是银法俗俱乐部的成立挂牌 为此在地长辈也跟着市长一起搓汤圆 为欢喜的入错仪式增添祝福的好彩头 此外市议员周雅玲也相当关心 新的长照场地的动线 稍有美中不足之处 也希望未来可以继续调整 满足在地长辈的需求 这次的参与市议算 虽然盖了这次这个活动中心 但是我们刚刚来看了 检查过程当中 其实社区的民众也反映很多 现行小小横生出的一些 自己的问题 那我也期许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中心 当然是让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里民 让他们成为他们里的活动 公共空间 这务必是一件好事 但是后续的很多问题 我也希望我们民政局相关单位 务必正式来看待 那如果说又成为正式 我们的英法族俱乐部 像我刚刚行走的这样子的一个楼梯空间 它就有一些踢脚板的部分 确实会让我们长者 未来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会踢到脚 那真的会让他们跌倒 那我也期许我们现行辖下的很多问题 应该公务部门要正式 而且尽数来处理 那我们今天当然很开心 明天就是冬至 那刚刚我们跟那些长者搓汤圆 那这些长者在前一天来这边活动中心 来共度这样的佳节 我相信这个地方让我们的民众 真的是一个公共修行的好空间 而新的风雨市民活动中心为两层楼的建筑物 采用现行最夯的货柜物建筑形式 两层楼的设计多了更多的活动空间 还有露台可以远眺水尾山海景色 并装设了电梯方便行动不便的长者上下楼 期待活动中心的启用 引法据点的设置 为风雨社区的长照功能再加值 提升长辈在地休闲活动的品质 记者料品函金山采访报导